这里是位于南澳大利亚州的阿德莱德大学 它被誉为澳大利亚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摇篮 自1874年创校以来 这里已经走出了五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 占全澳霍诺奖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今天这所学校的校长彼得拉特严教授 将和我们一起谈谈他的科研生涯和思路情怀 拉特严本科就读于阿德莱德大学 后来在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毕业后他回到阿德莱德大学任教16年 并一直从事着胚胎干细胞方向的研究 后来他曾先后任职于墨尔本大学和塔斯马尼亚大学 并在2018年回到阿德莱德大学担任校长 对拉特严来说 他和这所大学的不解之缘 可以追溯到他的家庭和童年记忆 个人的经历让拉特严对阿德莱德大学有着特殊的感情和依恋 而更让他深感自豪的是 这所大学曾经培养出五位诺贝尔奖得主 在这种创新精神的引导下 阿德莱德大学一直积极吸收国际学生 现在这里有八千余名领学生 其中约一半来自中国 拉特严认为 大学应该成为国际交流的枢纽 而各国学生一起学习 是增进交流和理解的重要途径 除了吸引中国留学生 阿德莱德大学长期以来与清华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等中国高校保持交流合作 拉特严希望 阿德莱德大学能够与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 建立稳固的合作关系 中国已经从科学研究科学研究中 到今年年 在世界各国的最新的播出 并更加增加了它的播出 经常有很多学校 在世界上500位 现在已经有很多 我们正在建立更加强烈的合作 与中国学校的合作 在我们的同一区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建立更加强烈的核心 和与清协调的关系 让我们能够建立更加强烈的关系 让我们能够建立更加强烈的关系 这就是一个国际的世界 这就是我们想要参加强烈的世界 抛开工作上和中国的交流 拉特严本人也是个不折不扣的中国迷 拉特严第一次来到中国是在2010年 后来又陆续多次到中国旅游访问 中国的文化风俗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17年圣诞节假期 拉特严和家人来到中国西部 沿着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 进行了一场关于中国文化历史的深度之旅 拉特严认为中国和澳大利亚 在地理历史和文化等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如果两国之间能够在教育和研究领域有更多互通 那么将会有更多的两国人民共同受益 正如拉特严所提到的 曾经的丝绸之路促进了古代中国与各国的交通贸易和文化往来 而如今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中国在教育科研等领域也迎来了开放交融的新局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